各位好,今天3月19号,我是五月三日,吃了吗您的 明天就是一个大日子 是咱圣上要去俄罗斯拜见普京的 这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日子 这么长时间了 虽然说简直就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一样的两个人 终于又能够见到在一起 能够把酒言欢了 但是呢,就是说 在两天之前,也就是3月17号的时候 国际刑事法庭就判了普京、普大爷这一个战争罪 这事出来以后呢 就等于是给咱圣上访俄罗斯之行添了点恶心 为什么我说只是添恶心呢 因为实际上而言呢 很多人把国际刑事法庭跟国际法庭弄混了 这俩组织全在荷兰的海洋 一个是联合国的组织 是什么呢?国际法庭 联合国组织建立的比较早 它是联合国的六大政事机构之一 海牙国际法庭 它是做民事案子的 它是等于是全... 你只要是联合国宪章 你认可加入联合国的国家 你就是等于是法庭的管辖对象 但是它没有刑事裁判权 就是没有刑事管辖权 所以管辖权都没有 你肯定就不可能对个人来形成这种审判了 这是1945年的开张的国际法庭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东西 现在给普京作出判决的是国际刑事法庭 国际刑事法庭跟国际法庭不是一回事 它的缩写是ICC 国际海牙国际法庭的缩写 应该是ICG 应该是这个 那是两个机构 国际刑事法庭是这样的 就是说当时大家有一位 对也是国际事务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国家领导人 好像是挺什么特里尼达多巴哥什么的 反正那么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对反人类罪 然后包括像是种族灭绝 战争罪侵略罪这些东西 觉得深恶痛绝 对吧 就提议建立这么一个法庭 然后让这些反人类的战争罪犯 就是无处可逃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那就经过了大概得有20多年的努力 终于就是建了这么个法庭 那缔约国是多少 大概是我查资料是123个 然后还有31个 没有 就是说同意了 对吧 同意了 但是要等到自己的国家的这种权力机构 批准以后才能够加入 有一些国家 尤其是这些大国 很多没有加入的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理 这个是武常理 只有两个国家是明确批准加入的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法国 中国就没加入 就没说加入 好像是俄罗斯跟美国原来是加入了 签署了 但是没批呢 后来他们就撤回了签署 这个是一个 这是等于是只有两个国 武大常任国里只有两国 而且人口大国 基本上都没有签 包括像什么印度 好像印尼 也都没签 当时把这些人凑的一块 就是投票 说见不见这个法庭的时候 好像是包括像中国 美国 以色列 利比亚 这几个国家 大概有七个反对票 就投的是反对票 但是其他国家 投的是一个赞成票 后来还是建了 但是这地儿有一奇怪地儿 就是说 它虽然是说对个人的形式诉讼 它有它所谓的管辖权 但是只能在成员国里 缔约国里 它能实现 那除了没跟你缔约那些国家 你就没有办法去强制人家 去干任何的事情 所以 而且恰恰是这些国家 它如果一旦说弄什么这事 你就管不了 你比如说 咱别说俄罗斯这块了 你就是美国 美国如果说它老打仗 对吧 那要是说判什么战争罪 或者怎么样 那美国总统大概 大概而言 总队伍给他告上法庭 这个东西 他肯定他不会签这个 对吧 那作为世界警察 他不打仗 他是有鬼的事 所以呢 这个法庭啊 实际上来说 对于很多的 这个犯下犯战争罪的人来讲 是没有能够真正意义上的约束力的 他连警察都没有 他没有办法去执法去 你不能说比如说像现在给普京 给普京是吧 判他是战争罪 这个我觉得一点毛毛都没有 普京绝对是有战争罪的 应该说他就是已经犯了这种战争罪了 OK 好 那你干嘛 你去弄一帮警察 国际行政法庭的警察去俄罗斯抓他吗 对不对 那俄罗斯这帮货 连他们民航都敢打 你以为他都不敢打你飞机是怎么着 那不可能的事他没有强制执法权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就是只能说呀 就是给他添个恶心 然后呢有一个作用呢就是让他在某种程度上 在国际事务交往国际来交往的这个时候呢 他有一定的怎么说呢 呃有一定的约束吧 你比如你毕竟是那个 你比如说你去英法这种地方 对吧 当然他现在也不去 那但是其他的在一些国家里开会 比如说什么这个G20这个会呀 或者是其他国际组织会呀 那你去人家缔约国的这个地盘 然后呢 这如何如何 那人家不抓你是一回事 但是呢 你总觉得说这事 这事比较恶心 对吧 那你去到 你去还是不去 这也是个问题 这就是大概 大概能给普京带来的这个障碍 也就是这了 那至于说 咱圣上去见普京 普京挂着一个国际通缉犯的这个头衔 这对于咱圣上不重要啊 这对您想想看 以圣上那种宽宏大量的胸怀 对吧 也就是那个胸包万物啊 府内撑船 府内开航空母舰的这个能力 这跟个跟个国际通缉犯在一块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啊 是吧 大概就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呢 这个东西啊 也有一个另外一个方面的这种 就是说效果吧 应该说 应该有两个效果 一个效果呢 是激发这个俄罗斯整个国家的这种 你说它是民粹主义也好啊 你说它是这个自豪感也罢呀 反正民族主义也罢呀 那它实际上而言达到了这个目的 肯定很多人觉得说 那我又不是你缔约国 对吧 你他妈直接给我这个领导人 甭管他是怎么上来的 甭管他是怎么样 你直接给他判了这个战争罪 然后通缉他 去国际通缉他 那对于俄罗斯人而言 他肯定有一个叫逆反 就哪怕你不喜欢普京 也有很多人会逆反心理 就是说啊 我靠我他们得支持 你瞎扯 对吧 我要更继续的支持他 那这是一种结果 另外一种结果是什么呢 其实有可能的是给普京一个下台的机会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比如说他政变下台了 对吧 把这个人交到国际刑事法庭 那就等于是说让他去背锅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下台的模式 那就是说有人去扛这事了 对吧 你这大家都能理解 要不然呢 你就是这个领袖 光辉灿烂 第二天夸击掉下来了 那你就是背锅侠 你就是把整个的这个 这个这些锅全都背走了 那大概大概就是这样 这就是这个法庭这个判决的意义 这实际上来讲 我为什么说给俄罗斯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呢 就是现在包括像圣上 咱去这个俄罗斯啊 对吧 他肯定的来讲 我那天节目里也说了 我说他是要调停作为 在作为世界大国 他要调停这个俄乌之间的这场战争 那他的那个说法肯定是第一个 就是提出条件 就是停火 对吧 以现有的这个战线停火 但是现在来讲 两边都没法停 那没法停的时候 你俄罗斯怎么停 对吧 他如果不往前接着 那个乌克兰很可能就反对了 那你往前压着乌克兰打 你后续的这个这些力量够不够 这个虽然是他不够 但是呢 他只能往下往下走 不取得胜利就是失败 这没有中间的道路可以走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那这边呢 是一个乌克兰这边呢 力兵莫马 对吧 他已经拿到了装备 然后呢 现在开始培计人员 春季公式可能要展开 今年在今年有可能在那个 在那个春 在春季公式展开之后 然后到一直打下去 今年可能就应该有个结果 那像这样的这种状态下 乌克兰会会说 我现在就停火吗 给你机会让你让你重新那个 攒你的这装备 对吧 你再有什么 再弄出一堆玩意儿来 跟我再打 这我肯定不能停啊 我就一直一直 现在用这种轮战的模式消耗你 然后呢 这边我等我的装备 和我的人员培训完了夸击我冲上去 给你推了 那这肯定是乌克兰的想法 北约肯定美国也是这么想的 对吧 他不可能说让你现在停 那这个法庭的判决呢 就等于是给了一条另外一条路 如果说俄罗斯现在 那你把这个普京给政变 让他下台了 让他去这个国际行事法庭受审 或者是甭管是用什么样的借口吧 那他这样的话 就等于有了一个师出有名的一个结果 就可以让你走第三条道路 就是说普京被不名誉的政变的下台 然后俄罗斯把这个锅就整个的扣在了普京脑袋上 或者普京集团的脑袋上 然后他就等于是把俄罗斯整个国家给摘出去了 那这您理解吧 就是他把它摘出去了 那就是说呢 我是重新自我更新 就像虽然您比如说我们举例子 就像那个意大利 当年二战的时候 你把莫斯里尼给办了 对吧 那你这个你看二战的结果 甭管怎么样 你看是这个美国呢 一直有这个驻军 这个美国一直在日本驻军 到日本到今天为止 日本还不算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正常国家 对吧 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德国呢 德国是原来分成东德西德 这那么长的时间 最后才能够合一 那意大利呢 意大利没什么太大事 就是他等于是一个没有打到最后 他是一个自我更新的一个过程 那莫斯里尼被就给弄出来了 夸击搁到那去了 那意大利虽然是战败国 但是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那就是你看这就是 如果俄罗斯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把普京给弄出去 对吧 献祭了 给普京献祭了 然后呢 这个俄罗斯本身呢 他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还是一个自我更新的 自我改正的一个这么一个国家 这个呢 实际上提供了一条第三个道路 当然了 这个道路呢 肯定来讲 是咱们圣上所不喜欢的 中国不喜欢这件事情 因为一旦普京下台呢 很有可能在至少在一个短时间之内 那俄罗斯更亲西方 就等于是说 没有这么大一块 这个一个敌人 就或者西方失去了一个敌人 失去了一个 虽然不咋地 对吧 自己把自己的底给卸了的这个 但是呢 他依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的敌人 那所有的压力呢 就等于到了这个胜上这一边 对到中国这一边了 那他想往下走的东西就越来越难走 往下走的路就越来越难走 比如说 你看你想那个 你想那个侵略台湾 对吧 你侵略台湾的时候 那如果没有俄罗斯在这边牵制着 那你的这个 他更大的精力就会搁在这个东亚这一边 那你肯定来讲 他的他的军力什么的 对你是造成 你哪怕你是在近海作战 你对你而言 你也是一个造成一个极大的压力的 甚至于可以说是 对对你是一个碾压式的 现在本身就就已经很 那战力就其实相当悬殊了 那这样的话 就更对你造成一个碾压的态势 这对于圣上的统一大业啊 像流明耻辱柱 不流明千古 流明汉清啊 汉清不是耻辱柱啊 这汉清流明汉清 这个呢就就那个就可能造成一定的啊 这个障碍 还有一定的障碍 那大概大概是这样 所以呢 圣上也不会喜欢这件事情 第三条道路呢 不太好走 那可是呢 这个呢 实际上是俄罗斯这个整个国家或者民族啊 他能够说摆脱掉原本的这些东西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应该是这样的啊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呢 能走这条路其实怎么说呢 还是挺难的 因为任何一个像俄罗斯也是一个民粹主义盛行的一个国家 那他是不是可以真正意义上的抛开这些东西 然后呢 来进行一次自我的更新 这就像中国是不是能够抛开共产党的这些领导啊 或者是那这些东西是一样的吗 对吧 他都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最当然了最好的一件事就 就是普京呢 这个咱普大爷呢 能够自然而然的有一个自然死亡 这件事情呢 说不定呢 还有转化的余地 他要是说不能自然死亡 俄罗斯民族又不能够 俄罗斯这个国家不能自自我的更新 那我相信呢 在今年怎么也会有一个 在战场上会有一个比较明晰的一个结果了 或者是明晰的一个趋势了 这个总是可以的 至于说咱圣上去这回去跟他同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普京普代去见面呢 那我想是这样的 就是达成某种合作协议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但是呢 圣上的那个打算着作为一个从区域性的大国 跃升到那个世界级的大国来做这种外交上的努力呢 可能性成功的可能性基本比较趋近于零吧 可能大概是这样的 好 谢谢诸位 跟大家瞎扯几句